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嘉尔却一直不温不火 这部综艺就是我们战斗吧 六男神齐聚我们战斗吧 这部综艺唯一有点尬的 就是整个世界观的设定 一个来自于一世界的头领 每一集都要设下一些奇奇怪怪的关卡 剧本痕迹太重 要不是有几个演技 担当的拍摄时都入了没笑场 怕是整体效果要干扎致死 发布任务的干扎NPC同时导演的情节 推进的前面几期有些心急 第一期就要求有着恐高症的小包总杨硕 登高解救其他人 拿兄弟情当卖点 虽然杨硕最后克服了心理恐惧完成了任务 但这对于一开始聚在一起 还没有熟悉的六人来说有点过了 真是一波敢粉操作 杨硕不过随着六位男神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 情节设置越来越合理 气氛越来越好 玩得也越来越放得开 并且每个人的性格都很随和 没有谁和谁不对付 粉丝剑马弩张的情况 六个年轻男人的互动笑点频发 有着神奇的话语反应 白净廷王海左 杨硕又 肖静同井 忽然左 王嘉尔又 能猜出谁是谁吗 有白净廷和王嘉尔 那么笑点的问题就不用担心了 他俩也没让人失望 意料之中的贡献出了 喷满钵满的笑点 这段座跳楼机猜词的环节 笑得我肚子痛 跳楼机爆笑猜词 通过明星大侦探等综艺节目 可以了解到白净廷既冷静又聪明 并且胆子很大 除了香菇大概也不怕什么 笑 但里头白也有点慢热 对于不熟的人容易呈现出高冷的状态 不过大概小白是非常喜欢这种 我们战斗法 体力冒险类的节目 并且和其他五个MC气场很合 不仅状态轻松 还时不时被脑电波 不在一个频率的王家尔气得大吼大叫 硬是逼出了第二人格 其他MC也像宝藏一样 以肖信腾威力 不仅技能满点还自带笑点 和王家尔这段港台艺人的成语大叫 堪称经典 港台成语大叫这样一个MC配置高 环节设置也不掉线的综艺节目 却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小编觉得还是有点遗憾的 你看过我们战斗法吗 对六个MC和综艺设置有什么看法呢